大家吉祥佛典故事第53集 要分享的是新云大师佛教重书佛陀书中 有关知恩报恩的报恩故事 感恩来自于知恩若不知恩 感恩即沦为是一种口头禅 一种交际应酬化 若是真能知恩而感恩 那就会采取报恩的行动 如此从知恩到感恩到报恩 会构成一个很美的生命因素 人是互相成就的 只要愿意付出收获也会随后而来 古人说乌鸦有繁补之恩 羔羊有贵乳之德 有关佛陀对于报恩的教诲故事 出自佛光大藏经 杂欧罕卷361264经 话说曾经有一段时期 王舍成迦兰陀族园 每到夜晚时分 就会出现一种不寻常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是动物哀嚎的声音 不过隔一段时日后 这不寻常的声音消失了 却出现另一桩不寻常的事 一位小沙咪的身边 经常跟着一只可爱的狐狸 一切初学的比丘 对于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 于是到今社请问佛陀 佛陀最近在竹园中 有位小沙咪的身旁 常常跟随着一只小狐狸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佛陀回答 比丘们 那是因为狐狸受了伤 小沙咪不忍狐狸遭受 其他动物的残害 于是把他救回来 为他疗伤 因此竹林外的哀嚎声 也就消失了 狐狸痊愈之后 舍不得离开小沙咪 为了感激沙咪的救命之恩 所以留下来 跟随在沙咪身旁 佛陀真是不可思议啊 狐狸也懂得报恩啊 是啊 狐狸尚且懂得感恩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知恩图报 真是禽兽不如 这样的人 不但人类要唾弃他 连动物也不喜欢亲近他 这种人是世间上最贫穷的人 所以做人应该知恩保恩 而且要滴水之恩 永泉以报 这才是富有的人 佛陀 我们懂了 原来感恩的心 正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能够带来和平与满足 佛陀是不是这样呢 佛陀无限欣慰地赞叹说 比丘们 你们学习很有进步 你们都是心灵富有的人 远远的竹林尽头 小沙咪正在缠坐 而狐狸则在一旁静静地守护着 天地间充满了宁静 祥和的气息 上报是重恩 夏季三土苦 是佛教提倡的报恩思想 这故事告诉我们 懂得报恩的人 心地柔软 甜淡知足 别人私旅滴水的诗语 都会以整个生命 去回报对方 因此 内心的富有 遍及三千大千世界 星云大师开示 常怀感恩心 是做人 处事重要的修行 感恩是美德 感恩是富有 因为感恩 所以能懂得 喜福爱物 不致浪费 匮乏的人 总想从别人那里 获得什么 富有的人 却是心存感谢 时时想要施予别人 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东西 要能与人 共有 共享 才能 共融 共存 能够懂得感恩 喜福爱物 分享 不失的人 就是人 就是人生最大的 富有者 在大波瑞 波罗密多经中说 法 供养者 明真 供养 诸供养中 最为第一 为 接引 父母 学佛 让他们来修行 能够处理六道轮回之苦 才是大笑 报恩的人生 是幸福的人生 有感恩心 看待人事物 就会少一些抱怨的话 多一份发自内心的感恩与快乐 当我们感念父母 滋养了我的色身 师长 传授我们知识 事 农 工商 社会 大众 让我 衣食 日用 无缺 宗教信仰 成就 我的 法身 会命 这一切 是多么 美好 因此 每天早上 起床 应该 充满 感恩 充满 正能量 好好 迎接 一天 美好的 开始 让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样 社会 人生 才能 焕然一新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 转发 亲朋好友 欢迎您 继续收看 下一集 佛典故事 祝福您 平安吉祥 行道天象 福满人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